空间艺术 长峰著 中国图书出版社 朗读者 苏苏 续言 在编写一部关于空间艺术史时 首先要确定其其实的印记 然而 李越是认真的所根求援 他越显得存在于遥远的过去 我无法以清晰的思路器记录过去 只是在现有的史料和绘画中 提供一个非常额要的大纲 因此 本书的前几章的读法 和后来的章节 应有所不同 本书前六章综合论述了 古典风景中 关于空间 所滥以产生的文化领域 以及技术的变革 尤其在中国山水与西方风景的对照中 追溯他们的历史奄远 发展过程和相互影响 以及后来的分歧与别拟 并从各自哲学 宗教 诗歌 以及朝代更迭的背景中 探索他们在历史的城河中 时起时落的发展轨迹 特别强调的是 中国古代山水画家 在散点透视的空间布局上 总结出来的三原法 把大的区域缩小 把小的看不见的放大 如同浓缩的地形沙盘 使焦点不确定在一个地方 而是通过大量留白和多视角变化 捕捉自然的应允 相比而言 西方风景画在实景的焦点透视上 确立了三原法 其中在平远的基础上 创立巨大的广度和纵深感 深远法医达芬奇所说的 空气透视非常瑞士 云造出景色迷雾 把人推向如梦似幻的想象中 并且西画的风景在后来的领域中 也开创了地图一般的全景 鸟看图 这种空间布局在山水和风景的领域中 成了典范 影响深远 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 书中把风景与地图 园林 古代建筑 以及地域特征 相互关联起来 探讨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同处 从古代风景与书发展的角度 考察 研究 以及综合分析它们 及其历史发展的脉络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尤其是把欧洲绘画 借助于科学方法 将解剖学 透视学 建筑学和色彩学 用于绘画中 使得风景化在视觉和空间上 更加机体化和纵深感 同时论述了风景与地图的 结合在一起 中国山水和西方风景 各分伯仲 中国古代山水展现出的那种 宏大的高原法 和鸟看式的散点透视的叙事方式 是关着超越视点 视线的限制 尽情纵纳 而欧洲艺术家 却把制图学与风景 通过相识的方式联系起来 把鸟看式的城市 地图穿梭于风景之间 另外 他们还利用测绘学 工程学和制图学 绘制城市生活和战争场景 把现实梦幻的场景 直接以地图呈现在一起 特别是荷兰小画派在平原法的基础上 把水平线压得很低 彰显出很远的城市囊括 以及广阔的乡村田园前进 而流出大面积的银针 霞尾的美丽天空 给人以壮观宏伟之感 在编这本书时 首要的问题是 怎样在庞杂的史料中 做选择 在阐述的过程中 如何保持本书内容的一致性 这些都没有达到我所期望 其中原因都在于信息往往超越阐述 不像我在十几年策展的主题中 看过的或搜集到的素材 能够逐一的去探究 另外 我所阐述的立足点 随着章节的题目而变 在某些章节 我试图通过特定时期的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 以及意识形态 去讨论 以及在一个时区 哪一个画家 或若干画家 集体在某个艺术领域 所发展的趋势 分析时间和空间 在他们艺术领域中 所呈现的方式和方法 及产生的影响 本书以主题探讨 关于空间艺术的一种关系 并非以艺术史的发展 为阐述的对象 虽然有着按年代瞬息 推进的历史路径 但更倾向于每个章节中 关于空间与主题的深入探讨 同时我在 在因为这种艺术空间的 发展轨迹时 一再强调以其视觉方法 为中心 因为视觉是人类认识活动 最关键的感官 通过视觉效果 探索人的感觉 知觉 以及如何认知这个世界 而简化他们在艺术史中 文本的作用 或者通过考察艺术 加生平思维方式 分析他们的作品 将他们置身于 特定的时代 争执社会的历史 与境 探讨他们某一时段 产生的空间概念 和运动规律 本书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阅读 即可以按序联系阅读 亦可随意显读一个章节 精心深入阅读 或者探讨某一专题 如第七章到十三章 论述的西方现代艺术部分 在每个主题 或每个章节的深究过程中 都会发现其中更加机体化 更能寻找他们之间的彼此关联 和相互映现 这是因为 二十世纪前后西方 现代艺术有着自身明显的特点 不断否定就有方式 而不断超越新的形式 从每个章节所传述的流派中 本书探讨各个流派的 起源、发展、衰微 及其演化的过程 在画面的构成或 营造的空间布局上 各个流派基本 和古典写实主义风景 大同小异 而在形式尤其是色彩 线条和笔触的运用方面 却大相径庭 印象派追求 一瞬间光线对色彩的印象 新印象派 基于科学的点彩分析 后印象派 既重视形和色 又强调物质的 内在结构和构成关系 野兽派不断的简化 立体派 逐步的抽拟 表现主义的柳区等等 在诸多柳派发展到 第十一章抽象几何空间时 也决定了西方风景化 在形式上模仿自然的终结 趋向于内在的空间关系 在风景转化为抽象的思维 空间方面 本书的每一个章节 都融合了各种主题风格 技巧 材料 形式 目的及传统的相互关联 同时也预示着一种风景 艺术的出现 不再是风景语言的探索 而是观念风景 以及多视空间的兴起